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肯定是和车有关系的 由此咱们断定 这个辅车相依应该指的是车和车厢板 而不是指的是人的这个面颊和牙床 这个同学们肯定听说过考证 其实刚才咱们做的工作就是考证 就是从汉字的构造 从文字学的知识来对汉字它的意思进行考证 从而确定在这个地方辅车到底是什么意思 成王齿寒这个不用解释了 咱们现在汉语里边还在用它作为成语来使用 所以大家看成王齿寒辅车相依 成王齿寒意思咱们原来就知道 辅车相依的意思肯定是和成王齿寒差不多的 说的是一个意思 所以这句话 咽所谓辅车相依 成王齿寒者 就是平常人们经常说的 辅车相依 成王齿寒 其余国之位也 这个大家看是不是正常的词序呢 这个应该看得出来 这也不是正常的词序 它的正常词序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其位于国也 这个其在这是代词 那就是代这个宴 这个宴语辅车相依 成王齿寒 那位在这说的意思 那说的就是于国呀 于国和国国的关系 所以它的正常词序就是其位于国也 这个知 这个知在这是构成道庄 咱们讲过 古汉语里边因为它没有标点符号 不像咱们现在有金探号 要强调 就加一个金探号 觉得意思不够 你甚至可以加三个金探号 但是古汉语里没有标点符号 这样它要是表示强调 它要想表示强调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通过 改变句子成分的位置 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词序 通过改变词序 来表示它要强调的这种意思 所以其位于国也 这就已经很可以看得很明白了 其于国之位也 这就是加强于其 那说的就是于国和国国的关系 上面这一段是公之旗 第一次劝谐于公 或者说是从第一个角度来劝谐 就是说于国和国国的关系 是存亡齿寒的关系 他从这个角度来劝于公 不能够借到给靖国 靖国是很有野心的 你如果给他创造条件 勾引起他的野心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于公呢 听了之后呢 他不呼吸 他 他不是反驳他 而是他举出了另外一个理由 来说明 没有关系 接到完全没有问题 他说什么呢 公约 这个公呢 就是指的这个于国公 靖无宗也 其害我在 无宗 就是我的同宗 靖国和渝国 包括国国 这三个国家呢 都是 畸性 都是同宗 同宗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 就是都是亲戚 是关系比较远的亲戚 都是性畸的 所以呢 他说 他是我的亲戚啊 他是我的同宗啊 气害我灾 难道他会害我吗 他的语气也很 也很强 他就加一个灾 他怎么会害我呢 难道会害我吗 那么公知齐怎么回答他呢 对于 太薄于众 太王之昭也 太薄不从 是以不似 国种国书 王极之牧也 为王卿是 这里边 说出了一个昭 一个牧 这个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一开始说的这个典章制度 所谓 那么 这个 所谓招牧制度 是什么意思呢 招牧 这个指的是 古代 宗庙里 供奉祖先的次序 那么 他在 这个宗庙呢 都是供奉祖先的 中国古代呢 对 祖先是非常 崇敬的 所谓祖宗崇拜 有 就现在 学术界基本公认 就是说 中国为什么 没有像 欧洲那样 有中世纪的 所谓 宗教统治 这个 黑暗的中世纪 为什么没有 就是 就是因为 中国有 祖宗崇拜 这个祖宗崇拜 非常崇高 宗教 虽然力量很强 但是 取代不了 这个祖宗崇拜 所以 中国没有出现像 欧洲那样的 这个 宗教统治 就是说 宗教的权力 教皇的权力 超过 世俗皇帝的权力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是基本上 没有出现过 这种情况 那么 这个宗庙呢 就是供奉祖先 供奉祖先呢 他就要有一个次序 因为祖先呢 他是 有一是祖先 二是 三是 四是 五是 有很多 很多代了 一般的宗庙里呢 你像 他这个到 渝国 就是咱们的课文 这个地方呢 他应该有 已经有十好几代 就是从 这个有历史记载 就是从现在的史书来看的话 至少已经有十好几代了 这样他在供奉的时候呢 就要 遵从一定的次序 中间的是最尊贵的 所以中间的是 一是 就是 他们所能够知道的 最 最早的祖先 那么是一是 咱们 姑且称他为一是 那么二是呢 是在 左侧 叫 昭位 左侧 这是 中间是 这个老祖 这个 左边 是二是 叫昭位 右边呢 是 三世 就是老祖的孙子辈 老祖的儿子辈 是在昭位 孙子辈 是在牧位 那么 到第四代 就是 重孙子 咱们今天说了 又到昭位 这是 儿子 儿子外 再往外 是重孙子 那么这边是 孟位 同样 这儿是孙子 再往外 是重重孙子 再往下一代 又到那边 再往下一代 又到这边 它是 这么一个排列 这种排列呢 也很明显 就是说 这是很合逻辑 咱们 你想要排的话 总共能说 一二三四 这个一是 二是 三是 四是 排这边 五十六是 七十八是 这样排起来 很不像样 这样的话 按照这个 招募的制度的话 它排起来的话 很合逻辑 这种招募制度呢 当然现在 宗庙已经很少见了 可能有个别的农村啊 很边缘的地方 还会有宗庙 供奉祖先 在那里还可以看到 所以这种 这个招募制度呢 可以说 在现在呢 也还可以看得见 特别是 越是正式的 会议 他就越要 讲着这个 开位 所以 这个地方 太博于众 太王之招也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三个人 他说到 三个人 太博 指的是谁啊 就是 周朝的 太王 古宫胆妇 的长子 就是太博 于众 是 太王的次子 啊 这又用了 咱们说过的啊 古代的这个 排序 啊 就是伯仲书记 啊 你看这儿 老大 这太博肯定是老大 啊 伯 就是老大 啊 于众 那肯定是老二 啊 咱们也说过 孔子啊 是 孔仲宁 这个众 就是老二 的意思 啊 太王 就是 骨公胆妇 啊 嗯 所以呢 这个 太博于众 太王之招也 啊 这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现代汉语 其实 非常简单 就是 太博于众 是 太王的儿子 就这么简单 那大家想 为什么 他不说 太博于众 太王之子也 为什么 还非得这么拽呢 啊 啊 这个又 又说到 刚才咱们说到 这个问题了 啊 就中国 古代 对祖宗 是非常崇拜的 他说的这些人 都是他的 十几代以上的 祖宗 他怎么可能 把他 十几代的祖宗 叫儿子呢 啊 虽然他说是 太王的儿子 啊 那也不行 啊 而且他现在是 对君王说话 啊 对君王说话 要很 很讲究礼仪的 啊 不能够随便的 像咱们日常生活中 这么随便是不可能的 啊 所以 他 他要表达的意思 其实就是 太博于众太王之 太王的儿子 是太王的儿子 啊 但是 他一定要用这个招募 来表示 是儿子的意思 啊 这样才能够不辱墨祖先 太博不从事 也不似 啊 太博呢 是 他知道 太王呢 想传位给小儿子 小儿子呢 叫纪律 啊 刚才他说 咱们说的伯仲书记 啊 这纪律呢 应该是老四 啊 就是太王呢 想传位给 老四 小儿子 啊 所以呢 他呢 就跟着这个老二 于众 啊 出走 跑到吴国去了 他就躲开了 嗯 所以泰国不从 就是 泰国没有跟随在 他父亲 泰王的身边 是以 所以的意思 啊 以是 因此 因此呢 他没有 继承王位 不是 四就是继承王位 啊 不是 就是没有继承王位 下面又说了 国众国书 王继之墓也 啊 刚才说了 这个 老四 纪律 纪律呢 就是又叫王继 啊 都是这个老四 啊 这个泰国于众 跟 纪律 是一 一代人 啊 是一辈子人 下边说的是这个 国众国书 啊 是小一辈的人 啊 小一辈 是王继之墓 是王继的 所以这个国书国书 王继之墓 和那个之招 意思是一样 也是 翻译上相当汉语 就是 的儿子 啊 国众国书 他们是 王继的 儿子 为文王清世 啊 他们 做文王是谁啊 就是中文王 啊 姬昌 姬昌的 浩西伯 啊 他是 纪律的 大儿子 为王王清世 清世呢 指的是 执掌 国政的大臣 勋在蒙府 啊 这个勋字 啊 大家注意 这是繁体字 啊 和咱们这个 简体字 差别比较大 公勋的勋 啊 在这就是 公勋的意思 啊 蒙府 蒙府呢 是主管 公勋 蒙市的 衙门 啊 的地方 勋在蒙市 苍蝇蒙府 就指的是 国众国书 对周王室 建有功勋 他们 功勋的记录 还收藏在 蒙府里面 啊 这个地方呢 他就强调 啊 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他就实际上是要强调 这个 国国 啊 和晋国呢 关系呢 是很紧密的 他对周王室 有很重大的贡献 但是呢 现在呢 晋国呢 他是要去灭掉 国国 啊 你看这么 这么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啊 他现在文王 为王 他的祖先啊 国国的祖先 他是 文王的亲世 而且呢 为王室建类的功勋 这样一个国家 晋国还要去灭掉他 啊 所以他下面就说了 将国是灭 和暗鱼鱼啊 啊 将国是灭 啊 这个呢 大家看呢 又不是正常的 词序 啊 他正常词序 应该是什么呢 啊 啊 这个地儿呢 就应该是 将灭国 他将要去灭掉 国国 这个词和其余国之位也 啊 那个之的作用 是完全一样的 啊 也是构成道状 这种句式 到时候咱们给大家讲一下 啊 将灭国啊 他现在要去灭掉国国 和爱于鱼 啊 这个 最后一个鱼字 当然就指鱼国了 啊 倒数第二个 爱于 这个鱼 啊 在这什么意思呢 哎 可以理解为 对于 啊 对于于国 他有什么 这个爱呢 不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 就是英语里那个辣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怜惜 可惜 可怜他 啊 上次咱们也讲了 这个 爱子在现在汉语里边 啊 都是英语 love的意思 但是 在古汉语里边 很多场合下 它是联系的意思 啊 多数场合下是联系的意思 在这也是 啊 他 他 晋国 将要灭掉 国国了 他又怎么会 联系 于国呢 啊 对于于国 他还有什么联系呢 啊 这个地方呢 咱们看一下 这个科建人的图 啊 这个对刚才的这这些 说的这些 人的这个关系 就能够看得很清楚 大家看这个图上 呃 啊 从渔中开始 啊 就封他到渔国这个地方 啊 开始有渔国 刚才他说的 国仲国书 啊 王继之 墓眼 啊 这个国仲 他是 国国的祖先 啊 那么晋国在什么地方 大家看这个图 啊 你再往下 再往下看 嗯 这个 国仲国书呢 他们两个人呢 是和周文王 啊 他们是同 同一辈 啊 或者鸡昌 那么 晋国的始风君呢 大家看这图 再往下看 嗯 是周文王的 孙子 唐书渝 啊 他是晋国的 最早的风君 从唐书渝开始 才有了 晋国 那么 大家从这图上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国国 和晋国的关系 显然 要比渔国 更近 所以公之奇 说这些啊 他导出这些祖宗 目的 也就是 从亲书关系上 说明 啊 国国 他的亲戚关系 要比你 比咱们渝国 要亲 但是现在晋国呢 他目的是要去 灭于国 灭国国的 你还不如国国 那么亲 他把自己的 更亲的亲戚都灭了 啊 对于你 鱼国 啊 还有什么 联系的呢 啊 就是和爱鱼鱼呢 是吧 所以从这个图上呢 咱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 亲戚关系 啊 这个 古书里边 这个亲戚关系 也是非常复杂的 啊 比如红楼梦 里边的这个 荣尼尔府的亲戚关系 要画一个图表的话 那也是非常复杂的 一个图表 啊 所以这个 他 因为 刚才咱们说的 中国是 祖宗崇拜 是非常 非常重的 啊 所以他对这个血缘 对氏族啊 也是非常重视 非常重视这个血缘 中国的俗语叫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啊 他这个 认为不孝 啊 最严重的 就是没有后代 啊 所以他对这个 他这个非常重视 啊 这里边呢 这也有挺深的道理 啊 咱们一间一时间 咱们在这都不多讲 他在从这个 元祖的亲戚关系上 说明了 他们的关系 亲疏之后 又从比较近的 来说明这个关系 啊 且鱼能亲于 还庄虎 啊 这个 咱们先从文字上看啊 鱼 还是鱼国 能亲鱼 这第二个鱼啊 就是对鱼的鱼 啊 这个鱼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比的意思 啊 鱼能比还庄更亲吗 和静国 还庄是谁啊 啊 还庄 指的是 还书 庄伯的后代 啊 这还庄之族 啊 还庄就指的是 还书跟庄伯 还书 啊 就是 还庄 这个还呢 指的是取卧 还书 啊 是晋献公的曾祖父 庄呢 就是 晋献公的爷爷 啊 一个是他爷爷 一个是他 曾祖父 一个是祖父 啊 你晋国再和 这个 就是说你鱼国再和晋国亲 你能够比 晋国自己的 爷爷和 曾祖父更亲吗 那绝对不可能 啊 这个从咱这个图里边 也可以看得出来 啊 这个图里边呢 就是得往下 画很多很多 啊 中间咱们省略了 中间隔了十几代 才传道 这个所谓取卧 还书 取卧 武功 啊 然后 到这个晋武功 然后才到 晋献公 啊 所以 那你这个鱼国 跟那根本没法比 啊 跟你 你要论亲戚关系的话 你鱼国 那差远了 是吧 你怎么可能比他的爷爷 跟曾祖父更亲的 绝对不可能 啊 其爱之也 这四个字呢 啊 解释比较多 啊 咱们 选取一种比较简单的 解释方法啊 就是 杨伯俊先生 啊 他认为呢 这其爱之也 应该是 晋献公 这个旗子指的 晋献公 爱 啊 之也 这个之呢 指的是 还装的后代 啊 也就是 这个 这个 晋献公的 呃 从祖兄弟 啊 就是今天咱们说的 书辈兄弟 啊 这些人 啊 他认为这句话呢 应该是 晋献公 本应该 联系 还装之族的 啊 这么解释 这个解释呢 我觉得也比较 简明 啊 还装之族 何罪 而以为路 啊 这个比较好懂 啊 黄庄之族 有什么罪 啊 他们的后代 有什么罪呢 而以为路 这个而以为路 啊 就是 咱们可以 死意的话 就是以他们为 杀戮的对象 以之为杀戮的对象 啊 这节课 咱们就 讲到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